学佛的人很多 修净土的人很多 每一个人愿力不相同 有人的愿力为自利 为小团体的利益 为业方的利益 为一个族群的利益 甚至为我们今天这个地球全球的利益 不一样 阿弥陀佛他齐心动念 变发皆虚空皆 这个愿 愿性大了 所以 世尊教我们念 社方祝福 教我们念 劝我们求生净土 这个净土是自信的净土 法信徒啊 我们回归到法信徒啊 一丝毫的迷信都没有啊 社法界一针庄严是法相土 学过为师的同学就晓得 社法界一针庄严是为师所变 啊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跟这个滑藏世界 是唯心所限 没有别样子 啊 社法界呢 就是 一针法界 就是极乐滑藏啊 变态了 啊 形象被扭去了 变成社法界 啊 社法界越往下 变得就越不像样子 啊 越往上面去呢 跟极乐滑藏越接近 啊 虽然变了 变得幅度不大 啊 到天道 人道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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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物归地狱 那就不像样子 啊 变得太大了 就这么回事去 啊 虽古大德才讲啊 啊 净土即此方 此方即净土啊 啊 迷陀即我心 我心即迷陀 真一心 就是迷陀 啊 真一心 本来居足 无量智 无量求 啊 佛陀教人 为什么不居功 啊 没有功好聚 你成佛了 是回归到自信 一切都是本有的 除了自信本具的 智慧得相之外 没有丝毫东西 在家里的 你在迷惑颠倒 流浪在 三途六道 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得能呢 也没有减少一点点 这是 这是 这是礼啊 这是四十正像啊 波如经上讲的 主法是这样啊 总要清楚 总要明白 然后人才知道自尊 我要尊重自己 尊重自己的信 我要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的信 别人的信 别人的信 跟我的信 是一样的 我们的信 跟祝福如来的信 是一样的 人懂得自尊 人懂得自爱 自爱自尊 而后才能够尊人爱人 这叫做大慈大悲啊 我叫做大慈大悲啊